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的爆炸将武器瞬间炸毁 几公里外都能看见火焰 刚刚杀掉一个总统 最重要的应该是低调 这么异常爆炸不会暴露自己吗 不过编剧说没事就没事 男主潇洒离开 准备坐火车逃走 路上上机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了他 他必须去处理掉这个目击者 对方是一个姑娘 也是本篇的女主角 于是男主只能继续逗留在这里 可是当他看到女主角时 女主并没有认出他 男主知道对方不可能是目击者 否则看到自己怎么会毫无反应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不然立马就另一名光头杀手准备暗杀男主 男主知道自己落入圈套 死里逃生的男主来到了宾馆暂时住下 通过新闻他知道贝里科夫并没有死 而且只受了鱼肉伤 他在四公里外亲手打中贝里科夫的头部 血剑舞步怎么可能没死 他知道这场暗杀有可能就是圈套 他愤怒地问到底是谁下的单 上机无奈 偷偷告诉他 下令的就是贝里科夫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而是背后一些集团的意思 而还没等男主说什么 阿尔法特种部队的人就来到了这里 男主已经暴露了 不过对方只派了十几人 刚刚进来的精英阿尔法不知道男主在门口遭有防备 被炸回助理 男主拿起手枪 左右开弓赶算数人 还要跑到电梯井 打开电梯盖尖 剩下的人等也全部解决 然后跳窗逃走 留下追捕他的小白男一脸懵逼地站在那里 男主随后去找了女主 原来真正的总统确实已经死了 现在的不过是个整容后的体身 贝里科夫和弟弟无恶不作 早就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 这次的单子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人下的 为了调查真相 他准备带着女主一起离开 为此他们来到了火车站 没错 你没有听错一个刺杀了总统的全球通缉犯居然敢去火车站坐火车 但火车站早就有所准备 提前埋伏了三到五名便衣特工抓捕男主 一起混进来的还有和男主一样的光头杀手 男主一看事情不妙 让女主到后门等他 他有事情要解决 便衣特工们不敢轻举妄动 准备悄悄地跟在后面 而男主一路逃到了月牌后面 将跟在后面的光头打成重伤 继续去找其他潜藏的杀手 不一会儿他就在火车车厢里找到了另外三个光头 四个人互相拿枪指着 谁也不服谁 男主笑道 不如用一个更装逼的方法决斗吧 四个人心灵神会收完将枪扔掉 从背后逃出两把一尺多长的钢刀 这么长的钢刀塞在背后不会割得慌 不过导演没闲工夫扯这个先打了再说 男主一顿闪电连环被人招招都是杀招 很快就解决了两个 另一个一路和男主杀到了外面 也被男主利用计谋当场雷毙 男主回到了第一个光头身边 准备问问暗杀背后的阴谋 可是此时国际特工小白男却来了 不料被男主一枪打仗 男主打运小白男队友准备杀掉小白男 可此时女主却替对方求了情 男主看在女主的面子上没有杀他 而是带着女主离去 身为一个世界顶级杀手 自己杀人时女主居然敢残祸 男主举想要杀掉女主 女主泪如雨下 讲述着自己被贝里科夫折磨的血泪时 男主当时就心软了 于是就不准备杀他了 卧槽 好感动 好想给编剧脑袋来一枪 原来贝里科夫是一个极其变态残暴的人 女主就是他的奴隶之一 而贝里科夫不但自己庆祝男叔 弟弟也是一方豪想无恶无中 CIA和各个地区的安全部门都想出之而后快 而由于他的哥哥是贝里科夫 才一直没法明着动手 男主于是找到了CIA的一个负责人 和他谈了一个交易 只要男主帮忙杀掉贝里科夫的弟弟 CIA就可以保他全身而退 最近贝里科夫的弟弟正和一个军火商做交易 于是男主带着女主来到了军火商所在的酒店 男主一个顺手牵羊就在军火商的酒里下了血药 在趁军火商上厕所时 男主混了进去干掉了保镖后 逼问出了贝里科夫弟弟的下落 男主于是假装交易来到了贝里科夫弟弟的豪宅 贝里科夫的弟弟兴奋地给他介绍了几把步枪 男主却突然将手提箱扔在桌子上 手提箱里的炸弹当场爆炸 男主拿起步枪一顿横扫将动人全部打倒 贝里科夫的弟弟当场死亡 由于弟弟死亡 身为替身的假贝里科夫自然要出席葬礼 男主在那时必须除掉贝里科夫 才能保证自己和女主的安全 还先将女主送到其他国家自己一个人继续独闯龙瘫 葬礼当天 安全局长指挥一千多名阿尔法特种兵负责总统的安保 要想刺杀难度略大 于是男主抓住了局长 让他用铁链死死的锁在浴缸里 男主告诉他 浴缸上有一个计时器 你只有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计定是否下令杀掉回蕾贝里科夫 如果不动手 三分之后三千安培的电流就会将你烤成香肠 外交里嫩 对方硬自不去 男主却没有理他 转身就走 计时器开始暴食 此时的贝里科夫也已经就位 时间还剩一分半钟 局长还在犹豫 时间还剩一分钟 贝里科夫正在发表演说 局长还剩下十几秒 他吓得汉努里夏立马下令 杀掉总统 时间还剩几秒 手下都愣了 你说什么 杀掉总统 干你娘的别问了快开枪 手下急忙开枪 可是连开三枪都被总统前面的方弹玻璃挡住了 时间到了最后一秒 电流居然没来 局长知道自己完蛋了 而此时 傀儡贝里科夫已经被转移 但提前埋伏的男主早有准备 一人突出了所有保镖 将总统困在了顶楼的房间里 总统想和他说些什么 被男主一枪打死 而此刻 听说总统被撕的保卫人员派出了武装直升机 对男主锁在楼层风光红射 楼层被打得油奶粉面吸吹 能够趴在地上说 卫杰好少无散 再看看大楼 都轰成这样了 幽人 你也看到人家男主 被武装直升机的机关炮打了屁事没有 而一栋防扫后的直升机 关成了自己的表演扬长而去 自豪不管男主死没死 此时 男主一把将贝里科夫拉下 坐在了他的宝座上 小白男为首的国际特攻立马涌了进来 男主没有任何反抗 从容地接受了他的逮捕 追击了男主四五年的小白男 以为自己就要大功告成了 却没走多远就被几十名CIA拦下 小白男和CIA负责人一顿交涉过后 发现男主已经逃了 原来这早就是男主和CIA设计好的 CIA负责捣乱男主趁机离开 一年之后 男主来到了小白男的家里 带来了一个尸体 尸体长得跟男主一模一样 男主也学会了用体身 他告诉小白男 你要抓的人已经死了 自己以后也会消失 不会再添麻烦 请小白男考虑一下 要不要行个方便 你放我一马 我就放你全家一马 对方都追到自己家里了 小白男吓得够呛 不答应也得答应 而此时的男主又来到了女主这里 帮他拿到了新的身份 顺便杀掉了跟踪他的杀手 女主再也不用担心 被贝里科夫的爪牙追杀了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杀手代号47》的故事 影片故事情节极其无聊 且毫无逻辑 尤其是刺杀总统的情节 和之后男主的做法 国际飞起的简直令人发指 电影中的贝里科夫 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总统 讨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下手后 男主居然还敢在对方领土 该这么久还敢去宾馆 火车站 而且对方居然每次 只派十几个人来抓 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 我让你先跑十公里 你看看你能不能出得了成 除非你做好了 立马去杀布给上级添乱的打算 或者你会瞬间移动 否则二十分钟之内 整个城市都会瞬间不同 几十万个监控摄像头 加计算机 以及情报人员组成的调查力量 能在几分钟内绘制出你的路线 然后社区抽到最近的精英 对你尽兴拦截 海陆空至少上万警卫特种兵禁卫军 会在最快时间内封锁所有可能逃生的路线 其后至少还会在最短时间内 增派数万精英部队展开地毯式封锁 而男主居然还敢在 开枪后炸掉狙击枪 这么大的动静 不怕暴露位置吗 更牛的是 暗杀后二十四个小时 男主居然两次去火车站这种地方 对方居然只派了三到五个便衣跟着男主 火车站飞机场这种地方 你这种就要敢露头 三千到两万精英武装瞬间包围 方圆三到五公里所有路线 才是现实中可能有的身体 你能离开一寸 这也不会可能 那就是法医拉着你去看军舰 做尸体记录 但男主不但去了 还回到五星吉异宾馆 次去打算坐火车离开 一个城市有几个五星吉宾馆 去宾馆跟自首有区别 要想不连累团队 又怕带住后的酷刑 你就先想好 怎么在动手后最快的巫通自杀吧 而更牛的是男主不但不怕 还在这个城市转悠了好几天 送走女主后 又坐车回来继续找贝里科夫 编剧呀 这样的剧本要少些点 脑子会漏水的 不过退一半步 电影中那些安全人员和警察的做法 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了 那就是他们本来就想让贝里科夫死 事后的一切都只是意思意思罢了 不过电影是根据游戏改变 也就不用纠结那么多了 虽说动作片看的就是场面 但你这比抗日神剧还起伏的逻辑 也实在是太人上观感了 bug多的像不注意都难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这里是最远金山窑 下期的故事 却不会这么脑残